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杰森·斯坦森拍过很多知名的电影 比如《两感大烟枪》、《俗鸡》、《赶死队》等等 但如果用很黄很暴力来形容的话 怒火攻心说第二,那就没有第一了 切弗是一名冷酷的职业杀手 但是在遇到大美妞后就产生了金盆洗手的想法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切弗被人打晕,醒来之后得知自己被小光头注射了毒药 只有一个小时能活了 切弗非常的愤怒 作为一名冷血且有柔情的杀手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女友复仇 于是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私人医生 医生表示 这是一种减缓你心脏跳动的毒药 只有不断的刺激你的肾上腺素 才能让你的心脏不停下来 为了自己有充足的时间 切弗开始了社会摇的节奏 通过吸毒、吃跳跳糖等方式 加速自己肾上腺素的分泌 为了找到小光头 切弗去找自己的幕后老板求助 但是老板显然知道了切弗的情况 三言两语就把切弗打发走了 这是典型的提裤子不认人啊 随后切弗接到线报 说找到了小光头的哥哥辫子男 切弗根据线报干掉了辫子男 然后用辫子男的手机给小光头打电话 小光头很生气 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 切弗跑到医院要求人造的身上腺素 并且很变态地要求医生电击他 切弗意识到了女友大美妞有危险 于是赶忙跑去找大美妞 并告诉女友自己是杀手的真相 此时小光头的人正好也来到了大美妞的家门口 于是切弗一边保护着女友 一边还要和小光头的手下干架 没多久切弗感觉自己撑不住了 需要来点刺激的刺激自己的身上腺素 于是在大街上就对大美妞 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吃瓜群众都惊呆了 纷纷凑过来围观 大美妞本来是抗拒的 但是在切弗的努力以及环境的刺激下 还是从了切弗 然而遭有那些扫兴的人 切弗在进行一半的时候接到电话 说找到了线索 于是提起裤子就走了 大美妞懵圈了 于是决定跟着去找切弗要个说法 切弗把女友安排在私人医生那里 然后决定去找小光头做个了断 至少也要在自己死前干掉它 切弗找到了和小光头的约定地点之后 发现老板和小光头果然是一伙的 但切弗并不怂 主角光环加持的和第三方黑帮的帮助下 打的小光头和老板是落魂而逃 老板准备乘坐直升机逃跑 但突然被小光头拿枪干掉 死得很随便 切弗和小光头在直升机上开战 两人一起掉下飞机 半空中切弗掐死了小光头 自己也从千米的高空摔落 电影结束的时候 看起来切弗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毕竟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不过切弗也不是一般人 可要吸毒听机什么的也都难不倒他 摔一下而已 说不定还越摔越精神呢 这部电影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剧情极其紧张 没有丝毫喘息的余地 毕竟导演的目的就是要动起来 不要停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